我们会形容新中国拥有4.5部宪法 因为除了四部正式宪法 还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在建国前两天 即是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并且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虽然不是叫宪法 但是发挥着宪法的作用 另外四部宪法包括1954年 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1954年宪法 为中国宪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到了1975年和1978年 分别有两次宪法立法工作 但是两部宪法的内容 都不能够符合后来发展的需要 所以在1982年 就出现了一直沿用到今天的1982年宪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